我明白了 好 就这样 再见 你怎么回来了 我这肚子 我得去利索利索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你等着我 等着我 就在这 请 来 坐 好 曹桑 来 对不起 对不起 坐坐坐坐 好 坐 请坐 让你们久等啊 曹先生 听下子小姐说 你想透露一下 当年拒绝领奖的内幕 让我领奖那是有条件的 必须得加入日本国籍 当时 当时这个 你们那个 正占领东三省 那我 那我能加入吗 这就好比是 两家打架 你们家 打我们家 而我呢 还要在你们家 帮助打我们家的人做饭 是这个理吧 曹先生 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我听说 天皇知道我们去领奖 还挺不高兴的 这是你的选择 我们得尊重你啊 嗯 科长呢 有他电话 在山坡那过眼啊 叫去 快 好 打住 强声很近啊 不会是曹大哥又来了吧 还真有可能 走咱们去看看 好 在这等我一下 我很快回来啊 别吃了 别吃了啊 曹大哥来了 都来了 别吃了 去吧 海河那边 海河那边 好 快起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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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柱 干什么的 我们是朝日新闻的记者 嗯 过去吧 走 冰姐 冰姐 你 你 保护现场 把所有人都轰出去 还有 解燕丹道 看是不是和小树林和洪莹茶馆的一样 是 这么说 你在日本待了三年 准确地说 应该是四年吧 那你在日本经常去曹先生那儿吧 基本上每个周末都会去他家里 给他收拾收拾屋子 做个家常菜什么的 那你是哪年回来的呀 罗沟桥事变之后 不久我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 一直在重庆做翻译 马姐 你呢 你来曹家之前 一直在哪发财啊 我可没你这么有出息 这都几点了 曹先生怎么还不回来啊 该不会被那日本女人给缠住了吧 我觉得这事啊 咱们得想想办法 扶嫂说得对 要是这样一直下去的话 大哥早晚得让那个日本人给占的便宜 大哥回来了 怎么了 我这个 曹桑闹肚子 肚子不好 我去拿黄铃素 好 你没事吧 好多了 没事 曹桑 很多人伺候你吗 他叫金梅 他叫金梅 好难兴 好 好 我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药还吃不吃啊 这 怎么了 吃什么药啊 好了 还吃什么药啊 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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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够快的呀 司令官 司令官 齐 齐大姑 又出现了 慌什么 杀了几个人 杀了 兵野科长 兵野被齐大姑杀了 确定是齐大姑吗 单导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现场还留下了齐大姑 杀前面那八个人的奸诈 八个 这个齐大姑 已经要了我们大日本皇军的九条人命 司令官 现场来了很多老百姓 还来了好几家报社的记者 明天 全天津的人 都会知道真相 这个齐大姑太可恶了 根本就不按常理出牌 我们已经对外宣布 齐大姑被抓了 他现在又出现了 我们怎么向外界交代